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eng Yi 在我身边的是 Sharon 嗨 Sharon Sharon 我在几个星期前 有听到你的这个儿子 他的这个受伤过后 服用了Sheroto 有很好的见证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然后你是什么情况下认识到Sheroto 我是先 我妹妹介绍我Meggy 她介绍我吃这个食物 那时候孩子跌倒了吗 已经是跌倒了 哦 OK 这样我们就要讲回 中国孩子会跌倒 然后她的情况是怎样 就是她跨过那个门框 家里的门框 家里的门框 然后站不稳 就跌下去了 当时我是没有在啦 她哥哥有在 嗯 所以就打电话给我 OK OK 所以她情况怎样跌倒了过后的 两根骨头断掉了 就要马上动手术啦 哇 两根骨头快马上动手术 是 然后 就动手术的时候呢 医生有建议啦 就是放那个铁片啦 嗯 给她蹭着啦 嗯 然后过后又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一个星期后 然后 不止一个星期 是一个月多 一个月多 sorry 是一个月多 她的铁片里面就 有点 黑 发黑了 就是 有细菌跑进去啦 哦 嗯 她的铁片就有点好像 新秀新秀 我给大家看 啊 这个是她的伤口 OK 扎了线 然后里面有那些 抗菌片 哦 这个是第二次动手术的 第二次 对 第二次就是 这个里面有那个 抗菌片咯 她放那个抗菌片 不要给那个细菌 吃掉她的骨头 OK 这样她发菌感染的程度 很严重吗 对 蛮严重 所以很严重 医生说这个细菌很强很强 非常强 就 所以那时候你是 已经开始在服用血肉豆了啦 对 就听我妹妹说 她讲这个不是药物来的啦 对 不用担心 OK 就是可以抗她身体的那些绵异力咯 OK 给她 就试试看啦 OK 因为到很严重了啦 所以就 凡事都要试咯 是是是 所以你就开始给她服用血肉豆 嗯 然后每一天 多少包啊 啊 两包 就 我就觉得 已经是很严重了 我可以吃 就是 我跟她讲可以吃三包嘛 嗯 就炸五碗 这样子 所以你就炸五碗都给她吃血肉豆 嗯 OK 走这一个 呃 医生也放了一个抗菌片进去她的这个伤口里面 然后你也同时给她吃 怎样 呃 就 很好咯 就是说 她那个 那个 炸血的那个报告 嗯 医生也说 是 慢慢在 下降啦 她的那个细菌 所以就 因为一个星期 炸血一次嘛 所以 都是会 去问医生咯 就慢慢跌咯 从 8.8 降到 0.3 哇 就非常 很棒啦 就一个礼拜 有降啦 慢慢降 嗯 所以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看到那个细菌感染的指数 一直在下降 对 一直在下降 所以医生有没有 有跟你讲 这个这个 复原程度是不错 呃 医生一直 然后一直点头 她的血 有 慢慢在下降啦 那个细菌在下降啦 所以我听到很高兴 就一直在跟她吃咯 嗯 嗯 所以医生也可能 哇 这个恢复指数 恢复的那个程度 是 我觉得可能她比赞的原因 是因为她觉得 哇很好耶 给她出乎医疗的好 所以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 从跌倒到她住医院咯 都有几个月时间咯 都有 呃 如果是算1月 1月 1月12号开始跌倒 1月12号开始跌倒 嗯 进 进医院也是有 有一个星期 然后又出来 出来的时候 然后细菌就被感染了咯 然后又再进去咯 再进去咯 再进去是2月22号咯 哇 然后一直到4月多咯 所以你都是有一直 定期的在给她服用 血罗多了就是 所以大家的重点就是咯 他们两 两母子一直在医院里面 对啊 是 这这段时间我们最怕的就是去医院了 因为太多新菌了 太多那些病人了也是会怕 啊 所以哦 看到孩子的伤口快速复原之余 然后还 她整体上的健康改善 你觉得怎样 啊 整体来说 是 比 之前个哈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她的复原程度 所以刚才刚才都有看到 我拿一个对比了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她刚刚 这个对比 这个对比 嗯 啊 这住我这住我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她的伤口 才 不到两个月吗 对对 啊是哦 蛮快的 啊大家看她的伤口恢复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对 就恢复得那么好 而且她的这个细菌感染指数 也也也没有了 嗯没有了 啊 然后医生也有提到她的这个骨头生长的 比之前还要大只 比之前还要大只 比之前还要强 还要壮啊 还要壮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徐若多侯可以帮助到我们 不止可以 呃 保护那个 我们的伤口 给她修复快一点 还可以加强 跟免疫系统 哇 要谢谢我妹妹 也谢谢 啊 谢谢美娜 谢谢我啊 谢谢公司 因为公司有这么好的 谢谢 谢谢